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着下来 若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美味的好料理 对 我们用一个高鲜的蟹王豆腐 蟹王豆腐其实一般大家都是用蟹肉下去做 蟹肉因为我们讲胆固醇太多 然后我们用高鲜的就是用红萝卜 下去做一个假蟹肉 然后我们现在红萝卜就是用一条红萝卜 用汤匙慢慢刮刮刮 它会产生这样一丝一丝的 那你在做的时候 它就会很容易就产生一般红萝卜的甜度 就是红萝卜素 是有一点点的油 我们下来先炒一下 就你不是用刨刀刨的 你是用汤匙瓜的 对对 要用汤匙瓜 就也没有到打成萝卜泥那么细 但是也没有到纤维那么粗 对对对 然后这种口感最适合来做蟹王 对 那你就慢慢炒 我们要加一点油下去之后 我们的蟹肉下去 现在镜头下真的很蟹肉 对对对 所以用汤匙这样刮 做成蟹肉料理来骗小孩吃红萝卜 是一个方法 对 因为你炒过之后 它红萝卜的肾味不见 然后反而会变甜 然后它的颜色会变得很黄 所以你要不断的去炒它 然后这一锅我们就把它开火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穿烫的那个高汤 把它放进来给它滚一下 对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放上一点点的山药 山药就是要增加它的口感 那你在炒这个我们讲蟹黄的时候 因为它本身是红萝卜 它有一点点我们讲就是蔬菜的肾味 你要用一点点的油 把它炒到它变成有一点点的甜分 所以你把它炒过之后 它就会变成甜 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 当你在刮这个红萝卜的时候刮刮刮 刮到最后剩中间那个细的 那怎么办 你就用果菜料理去把它打成泥 把它过滤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放下来炒 那就不要浪费掉 就会有不同口感 对对对 有一个棉细的 然后有一个纤维的这样子 然后你炒到最后之后 它有一点黄色之后 我们要加上什么 蟹肉 对 蟹肉就是把它汆烫好之后 就把它加进来 对 那有的会加上姜 那因为你蟹肉如果新鲜的话 如果没有那个生味 你就不用放也没关系 那有的会加很多的油脂 可是通常我两块红萝卜 我差不多加三汤匙的就够了 要不然以前在餐厅里面 要加到五到十到六汤匙 一半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炒 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 就会变得很鲜艳 对 它就是吸满了油甜度都出来了 然后你在旁边会闻到红萝卜的香味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豆腐 豆腐丢进来 豆腐大部分有的会用炸过 可是有时候就说炸会 又有油下去 那你就干脆不要炸 或者也可以买鸡蛋豆腐 对 我们是用鸡蛋豆腐 好 然后我们今天搭配的 这个是海鲜 蚝仁 蚝辣 虾仁 然后这个泡汁 这个是刚刚高汤的蛤蜊吗 对 我就把它拆出来 然后也搭配一点毛豆 所以在家里就可以复制 是非常健康美味的蟹肉羹蟹黄羹 蟹黄豆腐 然后这个我们就把虾子把它倒进来 虾子我们是把它去壳的 然后也没得地的把它做一个架工 然后就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加上蚵仔 好 那我们炒到它颜色有没有变得很鲜艳的 对不对 对 倒下来 倒下 所以还要再让它炖煮 让它入味 对 稍微炖煮一下 同时间师傅的羹好了之后 这个刚刚蚵仔也下去 对 然后我们的海鲜也下去了 然后再过来我们就是加上一点点的糖 跟一点点的盐吧 然后加一点点的酱油 让它有一点点甘甜的味道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上一点点的黄酒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勾一点点的薄芡 因为让它有一点点巴住的 我们刚才讲 心梅医生讲的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勾芡的时候 你不要放在电锅里面 你一定要用锅子把它加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它才可以把那个整个菌杀煮 所以你放在电锅里面 这样的一个示范是错的 所以记得只要有羹汤的 一定要把它做加热的动作 对 好 然后放下去之后 胡椒粉 一点香油下去 然后最后起锅放上一点点的芹菜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像我这种 我真的很怕吃海鲜 因为我怕那个很怕那个腥味 所以那若师傅弄弄弄起来完全没有腥味 而且非常的鲜甜 像这个这个鹅啊 我可以说我已经十几年没吃了 昨天吃下去觉得原来是这么的美味 原来是其实我们师傅好好的料理 然后要注意这种卫生的话 就算是海鲜内这么容易感染的东西 我想吃起来我们都很安心 又这么美味 那再加上其他的配菜的话 我想这样整体来说 营养是非常均衡的 非常的棒 那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食物中毒嘛 今天讲了好几个名字